般若波羅蜜精 三節夢境 又未見 此地眾生 可不休息 無上聖聖微妙華 百千萬節難遭遇 百千萬節難遭遇 我今見聞 讀壽辭 我今見聞 讀壽辭 便捷如來 真實意 便捷如來 真實意 南無本是釋迦牟尼佛 南無本是釋迦牟尼佛 各位維新聖教 易經大學 所有刑事同修代表 今天6月28日 我們回到殘疾山 仙活寺總本山 從確診 零確診後 政府已經開放 各項自由活動 各項自由活動 所以我們今天6月28日 我們回來殘疾山 仙活寺 仙活禅堂 在這裏共修 我們來禪結 金鋼經 金鋼經呢 所開示的 是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節難遭遇 我今所見所聞 我們要接受起來 受辭 願解如來真實意 要來了解他的因緣果報 在庚子年 這一個天恩 武漢肺炎 是誰天上所來的恩義 這個恩義 是有原因的 這是天恩 是因果律 人類 在這一段時間來 不知修 不知嘆悔 一直享受 享受 享受越多了 有一天 上天 甚至自己的守護神 都會給我們 一個警告 結果在這一次 庚子年 武漢肺炎 是在警告 人類 要去除山毒 佛啊 阿彌陀佛 左手這樣 右手這樣 這個法印 右手 貪、春、吃 要領 這裡呢 戒、定、慧 要圓滿 貪、春、吃 戒、定、慧 都要圓滿 這個不簡單啊 這個不簡單啊 所以在 世界上 這一次的瘟疫 給人類很大的 給人類很大的 撞擊 但是 然後生死的智慧 也是很困難 所以每個人 我們在世界上 這三個 都繞在我們身邊 所以各位同修 我們時時刻刻 這個 當你熟起來的時候 就要自我覺醒 而不覺醒 有一天 業力現前 就來了 這個是因果律 庚子仁的 世界疫情 作為嚴重 都要牵涉前世的 因果律 這個叫 先世 先世的罪业 先世罪业 所發生的 為什麼台灣 這麼平安 是有原因的 在台灣這一塊 生存的 都很讚良 不像 一些國家的人民 乃是洶洶 喜歡 用各種的武器 來傷人的生命 這都是會受到 夜暴 先世的罪业 夜暴 發生了 所以在 庚子年 這個瘟疫 疫情 現在繼續 還在蔓延 夜暴還沒有了 絕對會 一一的 實現 這三次英國 佛家才說 善有善暴 惡有惡暴 不是不暴 食肌未到 在過去 常常聽到 年輕人 沒有因果 有的那麼壞 為什麼還不受到報應 好 現在 報應都跑出來了 我們希望 地球上還有195個國家的人民 能夠 懺悔 以佛家 所開示的 要 喚醒 懺悔 然後 不要再發生 這樣才能夠 解怨世絕 所以 才能夠消災化解 在庚子年的 天文 每一百年 就有一次 尤其遇到 庚子年 在過去的庚子年 有很多世間上的 災節 半年到 現在來的庚子年的 災節 就是天文 我們所有的 唯心賢視同修 各位 我們一定要 實時心存的善念 心存善念的人 就會 會 趨急避凶 那心存 惡戀的人 那 一定會有夜報的 希望各位 維新賢視同修 多多勉勵 Champion好友 勉勵自己的家裡的人 孩子 下一代 教他們 諸惡莫做 眾善奉行 不做惡事 那 對得起良心 雖然 沒有馬上得到什麼好的 反應 最起碼我們的心安 心安 那 我們 接著後面的福報 就會來 所以 心安 福報來 很簡單的誓言 但是要做到心安 一定要先安心 安心 安心要修行 安心要修行 那麼怎麼修 有八萬四千個 法門 所以每個人每天 都是在修行 有的修善行 有的修惡行 修惡行 拐騙 拐騙 誘惑 詐欺 等等的修惡行 修善行 多不思 不思 不是只有你的錢財的不思 而是你 而是你得到 善法 的時候 你時時刻刻 給人的警惕 那也是 不思耶 曾經 我們 在生活室 一位先生 他來到生活室 很氣 蹦蹦地說 叔父啊 社會上 真的沒有好報 我做那麼多的好事 我現在還一個人很潦倒 把那些做壞事 拐騙得 還那麼好 我 告訴他說 你的善行 有修了 你一定你的善行 還修不夠 你才會這麼潦倒 這位先生 弄住了 你怎麼知道我修了還不夠呢 這很簡單的道理 善有善報 惡有惡報 你的善報 沒有完全做到善的 你還有惡的 所以當然你就做不好 好 原來他在做生意 手段 非常地不好 又騙拐 偷金剪兩都來了 有一天 他聽到 他聽到 在電視上有 法師在 洪華 他才 恍人大悟 就不 不敢 不敢 有那些壞習慣 所以我說你的善報 和惡報 善報 還沒聊 做到完全的善報 你還有惡報 所以人家 對你的 看法 就不會 與你 同有何物 所以這位先生 他就 好好大哭 哭了 他真的錯了 以前罪過太多了 才會今天得到不好的惡報 親朋好友不理他 家裡人不理他 天下的人 看到他就討厭 這就是 夜報 所以各位同兄 我們平時的一舉一動 都在修行 時時刻刻 都有你的守護神在身邊 才有一句名言 寄託三次有神明 二事不要亂做 那個男主 有結果 你回去好好懺悔 反正现在没有人理你 你就在家里 多打坐 多残坐 冥想 以前受你伤害的人 你想到一件伤害的人 那你就要 跪着一直跟他抠头顶礼 说抱歉 我错了 什么错了 请你原谅 你每件事做 这样忏悔 你冥想到你的朋友 受你伤害的 受你欺骗的 等等 你这感觉 他们已经原谅你了 你不要再犯错 然后你要告诉你的祖先 守护神 说你哪里错了 什么时候 某某年某某月 什么时候在哪里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错的行为 我 已经错了 还行 忏悔 请 祖先 守护神 你们不要 跟我一样 这样是会 这样是会患 很大的罪过 回去了 整整一年 都没有再来 等到一年后 他又来了 来到宣伙室 我看他 整个的满年 喜悦 没有那一些 愁美苦脸 才告诉我说 师父 我回去 彻底的忏悔 我现在心里很轻松 朋友 渐渐的又与我 有来往 亲戚 就有来往 这个就是我们人 的业报 善业 都到善报 恶业 当然恶报 都会到 不是不报 所以 这也是 金刚经所开示的 先世罪业 所以我们 有时间 要多还行 还行 是人最大的 资产 也是人最大的福报 能够还行的人 是最有福气 这一生 人难免会有错 有错了 之后能还行 能改 不要再花生 这样 也就是修行了啦 所以真正的修行 不在于说 你到寺庙去 哭哭哭哭 那还不够 因为 我们还有 世间的事业 存原未了 又有一次 我那时候都有在 接受人家问世 有一位菩萨 女菩萨 她来问我说 师父啊 请世老子 我为什么 我身体 那么多病 这个病的检查 又检查不出来 不知道怎么办 到处问 也无效 找不到一个原因 那你就 我告诉他 你就是因果病 因果病 无药医 因果病 只有靠自己 修行 还行 忏悔 我说你 看你的面相 人脸是不错 但是 游戏人间 你的游戏人间 你的守护神 在后面 不会放过你 这位女菩萨 跪下来 师父 那是我不得已的 不得已的 你自己要有主张 人性的尊严 要有主张 不要糊里糊涂 所以你回去 就要去 你家附近 有道场寺庙 去共修 拜灿 要是宝灿也好 金刚宝灿也好 良房宝灿也好 你要去多参加 拜灿 唱会 往昔 手造 诸恶业 皆有 无数 贪春 诗 重生 与异 诸所生 一切 罪障 皆 灿 回 这四句祭 这四句祭 你时时刻刻 在家里 早上起来 拜神 拜佛 拜祖先 你就要念 这四句祭 你走到任何一个庙 四 都相集起来 忏悔 往其手造 诸恶业 皆有无数贪春 书 重生 与异 之所生 一切 罪障 今忏悔 你这么做 一定会得到 很好的 算报 所以回去了 他就在太平江 附近有一家庙 寺道堂 他就参加拜餐 当餐一拜 他说他好好大呼 哭得不停 从头到尾 哭到完 哭到结束 也搞不清楚 为什么这样 因为 他的灵性 发觉 他的良心 已经出来了 所以 他的身体 过一段时间 又来 先活事 来拜 王坎老鼠 跟我说 老师啊 他的身体的病 也已经 减好了很多 所以身体 不好 那就是我们 夜报 太多 我们能够 还行 忏悔 不要再患 而支持 要念经 念佛 那的话 你绝对 会改善 这是牛转乾坤的上圣法文 祝福各位 谢谢 祝福各位 谢谢 祝福各位 各位维新闲事同修 金刚经开示的 就是整个人生的全部 从出生到死了 这段时间的整个的过程 都在金刚经里面 开始了寥寥分明 所以我遵照王产老祖的盛事 希望各位维新弟子 虽然读《易经》 风水和宗教 但是平时的金保的供修 非常的重要 那么金刚经 一般所说的说很深奥 事实上不深奥 是在日常生活中 佛法若是离开了日常生活 那就不是佛法 六指慧能大师所开示的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恰世密吐脚 所以佛法在日常生活 点点滴滴都在告诫我们 怎么样做到 灵缺点 才能做出一个完人 完人心安了 那我们就自在了啦 百病就会减少 人会胜贤 知过能改 你改 一定要先求忏悔 我们在佛前 求忏悔 我们在祖先前 的忏悔 更重要 因为在祖先前的忏悔 会唤醒 会唤醒祖先 我们的守护神 受我们拖下去 一人夺到九足升天 一人错了九足 就会跟着我们 掉入地狱 所以一战掉入地狱 那我们 身体上的机能 我们细胞就 能量 开始 就会败坏 一败坏 身体的病就来了啦 无其不有的病 一大堆 所以现在 医院越盖越大 人也越多 还不够 用 不够使用 这个就可以看出 人的业报 一直一直在显现 所以今天同修 我们有缘 回来一起共修 金刚经 你们 是非常有不报的人 不然 那些生病的 在医院里面 等着打这个针 等一下换那个针 这个刀就换那个刀 那多的 那么多的 环绕 所以我们 在世间上 能够好好做人 是很重要的 一时的 不如意 我们也绝对 要去多做 环形 你不做环形 那一定很麻烦 烦恼还是 会跟着来 这是在这里提醒 各位我们 互相勉励 我们这一节 现在来为各位 谈解 三次因果经 三次因果经 今生 瘸脚 未合音 前世 南路 打劫人 中国有史以来 很多这些 拜习惯 做很多 南路 抢劫的人 很多 都不知道 因果 接下去 就是会 摆卡 会解脚 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看到 狗狗 小狗 把他脚 瘸脚 为什么 他就是平时 当狗 他就能 男人的路 咬人 接下来 当然会受到月报 他就脚会被打断 用脱的走路 讲到这里 我就回想 还醒到我自己来 四年前 脚 摔断了 断了 到现在来 常常常故障 我想一想 我是不是 以前有抢劫人 都是 半路抢劫人 有没有看到 从佛经里面 可能 哪一世 有患了 这些毛病 所以这一生 的月报 就发生了 在自己的身上 只有 好好地忏悔 欢喜 接受 月报 所以各位同修 因果率的问题 不是没有因果率 因果报应不爽 绝对不会偏差 这个就是 三次因果 我们常常看到 一些瘸脚败咖 他一定有 前仙次的罪业 报在这一生 常常遇到 咖 脚 强到这样 不怕 他问我说 叔叔 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这一生 又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脚会 这个月报 我说这一生 没有 前生你也不晓得 一定有因果率 所以 这个月报 你报 不爽啊 在十几年前 我们有一位 女孩子 她的精神 换朵换诗 读了一生的好书 但是换朵换诗 他常常跟家里人说 前面有人要来打我 那里有人要来抢我 弄得不知道怎么办 后来 他爸爸妈妈 他就来求老主 查一下他的因果率 这个查的结果 就是在 过去生 这一生 常常 在 半路上 伤人 不救 一人 有极难 不救 所以 这一生 给你 现在读书 读得很好 留学 化国 书得很好 回来开始 那些月报 就现前了 那怎么办 那我女子友 赶快 去参加 良房宝灿 佛华 有良房宝灿 所以我要她的父母 带着他去参加 佛式的良房宝灿 参加良房宝灿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 一直哭 哭得不完 五天 哭五天 哭到最后 晕倒了 晕倒了 急救 醒过来了 终于她的面目 回来了 这个就是 一个人 有见死不救 或是 伤到人 时间 月报 一到 你在怎么样的 逃呢 还是逃不掉 所以 这一位 女孩子 就好了 现在也不错 所以人的月报 要有好姻缘 才能够 还这个报 要还报 只有自己要往佛华 来修 自己要来忏悔 你不忏悔 你要只要说 要吃什么药 都没有效 你要吃什么救 也救不了 救不了 因果 的月报 所以希望各位同修 要注意 有困难帮助人 就尽量能帮 帮不了 那我们能替他帮忙 已经做到了 善报 这一点要注意 好 再来 我们有 曾经遇到 一位 男的先生 他 手里 拿着 N斗 一直在吸 一直拿N斗 在耶稣 换毒 换失 那我会 某某人 你这个 这是 以前在 吸鸭片 换毒 换毒药 卖毒药的 他说 没有啊 我最生都没有 我卖毒 最生没有 全生 就是卖毒 贩毒吸毒了 所以 他 来到 幸福室 拿一个 手 不管是 N斗 的 他 换死 死 他也在死 这个就是先世的罪业 以这一生带着义士士田 就发生了 那怎么办 他问我是怎么办 那我也去 若借手 戒毒的若借手去苗栗 三须若借手 若借一段时间 还是断不了 怎么办 那么这个方法 只有一条路 参加佛教大师 法会 参加共修 参加八官再借 你就能够 把这个坏习惯 烦恼借除 所以他就去 普理 某一个博士 参加八官再借 再借完了 就回来到仙活寺 又来仙活寺 他呢 手里拿的 就没有这个怪动作了 这都是藏在人的四田里面 所以世界的坏习惯 是用佛法 道法 修行 才能够 消灾 才能解冤 嗜血 希望各位同修 我讲这很简单的 但是 里面的内涵 充满着 无限的生机啊 所以 三四因果 是有原因的 那我们这一生 混流前 前生一定 多做三四的 这一生就混流前 生活不缺 这一生 很穷 穷了半时 一生 前生 我们 好事 没有做 做不够 这一生 才会 这因果 业报 要注意 再来 这 今生牛马 为何因 这生 做五 做月 是什么 原因的 前世 是欠债 不凡人 正是人 欠借 没有 行人 就要做 五 做月 你们 你们有时候 冷静 看到牛马 那人 人 真 发 他 一定 有 前世 是 几欠借 你 把这生 他才能做 无 做月 来 给你 行人 的 小 还债 这个 旅报 不爽 我再重复一遍 我讲了很多次了 就悟风 满刀 人 爱 乡下 我 四十多年前 做测粮 帮完 到那一个 前 欧阳 吃一杯茶 欧阳 见到我 我是测粮师 就跟我说 三次英国 说他的 亲戚 当时呢 他跟亲戚 借了两万块钱 四五年 四五十年前的 两万块很大了 他 钱还了 这个收据 借据 要跟亲戚说 还他 签字 亲戚没有还他 就告诉他说 我 会把你撕掉 这一位 先生 老实人嘛 就 没有在这追 过了 两三年 他这位亲戚 拿了这一张借句 两万块的借句 跟他要钱 他说我还你了 在那边 争得不完 因为他的亲戚 赌博赌输了 要钱 就这样这个借句 又拿来 又再要 所以吵架了 他的亲戚 他说 若是 我有欠你的钱 若是 你欠我的钱 我拿了 耍赖 那我 死了 来生 做牛 做麻 也要 还你的债 所以这位 先生 他就 好 就臭 两万块钱 还给他 过了一年多 帮完 他的亲戚 突然间死掉了 这位先生 他家里 养一只牛 一只牛 母牛 突然要生 子 这要生 生出来 生出来 他的亲戚 刚好死掉 那么巧 哦 所以 他就 把这只牛 养大一点 养大了 这只牛 长得特别的快 那么耕田 拖链 很认真拖链 那么 这位先生 他呢 这只牛 就知道 是他的亲戚 来投胎 转世啊 他就 他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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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我 去测量 他 他 去看 后面 这只牛 就是亲戚 他的亲戚 欠他的债 亲戚 转世 那只牛呢 在后面 看到我 他一头 咧咧咧 低头 不敢抬头 这只牛呢 他在拖 港链 赚钱 认真拖 结果这位先生呢 拖链 拖链 被他拖了 病死了 因为 那只牛 很认真拖 这位先生呢 就是 到处 港链 探紧 结果太累了 肝病 拖链 病死了 所以 这个是因果律 拖链 那只牛 等到 债 还给他的时候 全部拖完了 就死在田里面 的死 这个就是 英国月报 所以 前世 劝债 不还人 这一生 做牛 做麻 也要来 还债 所以 佛法 开示我们 我们 平时呢 与人 爱武 清清楚楚的来往 不要 有一些 耍赖 那是会有因果业报的 一定要注意 这一点呢 我们希望各位同修 大家 要注意这一点 你们的学会 讲义会要交 不交 可以补交 不但 师傅 有的说 很毒的 你可能也要学会来行华 今生 今生缺脚 为何因 这些人 缺 缺 缺一只 是什么原因 前生 南路 打劫人 正四人 走路 南路 打劫 来生 一定 会 欠手 这个三治英国 非常的 重要的 这个重要的月报 大家要注意 即是神佛之路 祝福各位 级 明山 来 母之路 by bwd6